抗尼金色 英國祭祀集 身體疾病問題 系列 瀕臨死亡的親人奇蹟康復 以下為一位有緣人分享 去年 一位朋友的媽媽因腦幹突然大量出血 生命危在旦夕 連醫生都說救不回來了 請朋友回家準備後事 但家屬們不願放棄治療 不斷地哀求醫生 堅持要救 我也在旁邊陪著 大家一起念了一整晚的佛號 祈求朋友的媽媽平安 隔天早上 本來被醫生判定回天法術的媽媽 竟然齊齊苏醒了幾分鐘 還伸手拉了朋友一下 這讓她燃起無限的希望 一定要用佛法來救媽媽 朋友心想 佛法的威力無窮 一定能把媽媽救回來 所以想請示佛菩薩 我跟她說 您的媽媽肉體損壞這麼嚴重 醫生也說回天法術了 要救回可能有困難 朋友說 只要媽媽能活著就好 律師緊急請示佛菩薩 開示為 現在已遲了 能救回來 但後續狀況不甚理想 需要更努力 朋友非常孝順 一心想救回媽媽 他相信有佛法就有辦法 佛是大一王 只要媽媽還有一口氣 只要自己肯努力做功德給媽媽 就一定會有奇蹟 經過連續五天的搶救 媽媽終於活下來了 但醫生還是判定活不久 要家人趕快準備後事 醫院還逼著買獸醫 怕到時候來不及 這期間媽媽又一度病危 朋友一邊準備媽媽的後事 一邊努力送金 捐款給慈善團體 護身等等 將所有功德都回向給媽媽 幾天後 媽媽的後事都準備就緒了 但這時 媽媽的生命跡象竟然漸漸穩定 沒有生命危險 但全身卻不能動 只能癱瘓在床 幾個禮拜後 朋友的媽媽也可以出院回家 但身體還是癱瘓 無法動彈 朋友希望媽媽的身體能恢復到殼自行去上廁所 其他的就不敢奢求了 我心裡也非常替他著急 希望能夠幫助他 我問他 媽媽還能溝通嗎 他說 只能眨眨眼睛 稍微搖頭點頭 但動作都不大 我說 你請媽媽跟著經社製作的藥師經念誦示範 在心裡跟著念經 不要間斷 我幫他請示佛菩薩 因身體癱瘓 但有意識 能眨眼表達 若跟著經文念誦示範 在心裡念誦 能夠記錄和回笑嗎 佛菩薩開示 渴 我跟朋友說 這個好消息 請他們不要放棄希望 至少媽媽現在還有意識 還能夠跟著經文念誦示範來誦經 還能累積功德回向 請他一定要鼓勵媽媽 堅持不要放棄 只要醒著 就一直念 一直念 不要間斷 朋友告訴我 在努力誦經念佛的這段時期 他夢見了阿彌陀佛 用金光籠罩著他的全身 感覺非常殊勝 這一定是阿彌陀佛在鼓勵他和媽媽 要繼續堅持不錯的誦經念佛 再過二十天後 醫院檢查媽媽腦中的血塊 竟然全部被吸收了 媽媽左邊的手腳也稍微能動一下 真是令人驚喜的好消息 佛法真的不可思議 朋友和他的媽媽也更加努力誦經念佛了 精神所至 今時為開 朋友和他媽媽努力誦經念佛 終於讓業主菩薩願意現身和解 一次開始出三條業力 讓朋友的媽媽可以用因果債功德還的方式 送金化解過去式的因果怨愁 朋友的媽媽只要醒著就不斷地送金 身體也漸漸地好轉 一個月後竟然能開口小聲說話 兩個月後可以獨自坐著 到了第三個月就可以站著 還能自己吃飯刷牙 再過半年能夠自己下床 扶著輔助器慢慢行走 現在正積極地接受復健治療 相信很快的生活就能自理了 朋友還跟我分享 之前媽媽病危 業主菩薩不肯現身 不願意和解 但他相信有佛法就有辦法 佛是大一王 只要誠心誠意地送金念佛 一定能感動業主菩薩現身和解 用因果債功德還來解冤世傑 現在媽媽每天都非常精進努力地送金宵夜 身體一天比一天好轉了 他們全家都很感恩佛菩薩 感恩牟尼經社 我聽到這個消息後 內心真的很激動 也流下了感動的眼淚 感恩佛菩薩聞身救苦 感恩朋友堅信佛法 無論媽媽的狀況有多麼不樂觀 都堅持不放棄 努力送金持咒 行善不失 最後真的見證奇蹟 佛法真的不可思議 只要堅持努力不放棄 就一定會有奇蹟 分享完畢 有緣人說佛法真的不可思議 只要堅持努力不放棄 就一定會有奇蹟 奇蹟從哪裡來 從對佛法的信願形而來 上述有緣人的朋友 雖然醫生判定媽媽病危 醫院催促著準備後事 但他仍然不放棄希望 在準備後事的同時 請醫師盡力搶救 自己更是精力努力送金 行善不失 護身 將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給媽媽 最終保住媽媽的性命 媽媽蘇醒後 雖然全身不能動彈 但還有意識 可以跟著經文念誦示範 在心裡 送金 念佛 持續不間斷並且記錄 回向 最後終於感動業主菩薩 現身和解 讓他們願意用因果債功德還 來解冤示劫 業主菩薩減少干擾或停止干擾 再加上持續送金 行善累積功德回向 搭配醫生的診断和治療 身體恢復就能更快速 更完全 朋友的媽媽最後竟然能下床行走 現在積極做復健 讓身體恢復行動與健康 阿伯的話 現場開示精華揭露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但要成功一定要努力 成功是需要很多面上的配合 如天時 避力 人和 消夜 補福德等皆具足 成功機會才會高 人的一生當中 都會遇到許多困難或挫折 這都是正常的磨練 遇到逆境時 不需害怕 不要逃避 更不能退縮 要勇敢面對 想方設法去解決 佛助自助者 只要肯努力 肯下功夫 肯用功精進 並且心悸眾生 慈悲度重 佛菩薩都會在您最需要的時候 幫您一把 奇蹟就很可能會發生 如同上述有緣人救回 兵臨死亡的媽媽一樣 若什麼都不做 就是跟著因果走 結局就會如醫生所預測一樣 要趕快準備後事了 若積極努力不放棄 精進誦經 行善不失 慈悲度重等等 所有好事盡量做 就能改變命運 創造奇蹟 奇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是先有堅定不退轉的信心 發大願力 堅持不錯的實行 才能一步一步的扭轉逆境 改變命運 要佛菩薩幫助您 您得先推自己一把 讓自己走在正道上 不是求求神 拜拜佛 嘴巴念念有詞 開一長串的願望清單 佛菩薩就會幫您達成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想要什麼 還得自己努力去做 才能有所收穫 這一則案例分享 除了讓我們見證佛法的 不可思議和奇蹟之外 也能讓大眾深深省思 為何奇蹟總是在他人身上發生 為何佛法對別人有效 對自己沒效 為何送了這麼多經文 卻感覺沒什麼效果 眾生平等 佛菩薩沒有分別性 以視同人的慈悲度重 但因眾生自身的累世業力深重 每一個人造業深淺皆不同 化解業力的功德也就不同 舉例來說 若是您過去世造的惡業不多 大概只有一個小淺坑 當然擠波及的土就能填平 但若您過去世挖的葉坑如同幾個籃球場那麼大 僅僅擠波及的土能填平嗎 有努力就一定會有效果 若暫時看不到效果 還請您繼續努力 堅持下去 就有雨過天晴的一天 多看看金社部落格的感應文章 英國記事集能加強學佛修行的信心 每一篇感應文都是請示者的親身經歷分享 多閱讀阿伯的話 現場開示精華節錄 高森大德文超能啟發智慧 待人處事就會更加圓滿 多誦經持咒 持續不間斷 能漸漸地明心見性 破迷開悟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用心精進努力 就能創造生命的奇蹟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致因果病 而將佛法落實到家庭生活中 普渡持行 我們不接受供養 不收錢 不推銷 不強迫修行 只求能結善緣 解決您的問題 我們專解因果事件 因果問題 治因果病 不論感情 婚姻 家庭事業 家族 身體 戶籍 學業等問題 均能請示 有醫生看到沒醫生 有神問到沒神者 不妨疑事 因為經社異工 分別住在不同縣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開辦祭事 現場請示 台灣彰化縣西周鄉 朝陽村 陸軍陸一段271號 中文堂 海外 對 假設 小月 農 大學 小月 小月 感谢观看